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友病日 血友病患者如何才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又如何避免家族遗传 稍后关注 18点01 这里是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都市现场 我是庆元 在南昌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7号周一 一起来关注今晚的新闻 今晚节目的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鄱阳湖 受近期降雨和五河入湖流量加大的影响 鄱阳湖的水位出现了持续上涨 通航能力也出现了进一步的提升 现在万吨船舶进入到鄱阳湖 已经是畅通无阻 俯瞰鄱阳湖入长江之口水域 水面变得宽阔 曾经大片裸露的滩涂被水面覆盖 青青绿草在水中荡漾 从进出鄱阳湖船舶状态来看 许多大型船舶实现满负荷运载 你看像这艘这艘集装枪船 现在可以满载进出鄱阳湖 固者期间这种集装枪船 只能钻在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载重量 据海事人员介绍 目前每天满载货物的万吨船舶 进入鄱阳湖超过十艘 他们在庐山市过博 货物在装上一千吨到两千吨船舶后 可直达南昌宜春等地 随着鄱阳湖的水位上涨 进出鄱阳湖的大型船舶 不需要再提前向我大队报告 万吨船舶进出鄱阳湖畅通无阻 目前每天进出鄱阳湖的货运量 大约在50到60万吨 可以说当前的水位是鄱阳湖 最佳航行水位 等水位上涨至16米时 受桥梁 我们将启动汛期水上交通管制 江西进入汛期后 鄱阳湖水位明显上涨 并在4月6日 时隔近8个月 重回11米水位线 鄱阳湖湖口无程航道维护水深 也由枯水期的2.3米提升到5.5米 可满足万吨船舶 进出鄱阳湖吃水要求 是船舶航行的最佳水位 都市频道记者九江湖口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身边的天气 今天我想各位都已经感受到了 全省大部分地区气温挺高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 今天是短袖短裤都已经上升 全省有人觉得 初夏是不是来了呢 今天在阳光的持续作用下 白天气温继续攀升 30度加如约而至 28个县市区出现高温天气 多地最高气温 创下今年来新高 今天受片段气流和日照的影响 我省的气温的话不便升高 全省有28个侧站的温度 超过了35度以上 最高的话是在平乡达到了36.5度 不过一股实力强劲的强队流天气 正在酝酿大招 从今天晚上后半夜到后天 一场大雨将浇灭高温热情 今年首张夏日体验卡也即将到期 最主要的降水时段的话 出现在明天 在干北的东部 干中和干南 部分地区会有大大暴雨 局部大暴雨的一个天气 雷雨来时还会伴有这个 明显的短时强降水和强雷电 以及局地的话 还会出现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和这种小冰雹的一个天气 气象部门提醒 本次过程对流性强 各地需注意防范 对户外活动旅游 水路交通 临时建筑等方面的影响 加强地质灾害 城乡激涝一发区的监测和巡查工作 早到直播和遗灾 需避开强降水时段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跟踪一个热点新闻 昨天我们江西都市频道的都市二直播 探访了在江西城肿灵医院旁边的 南昌一元爱心厨房 住院的癌症患者和家属自备食材 在这个地方是炒一块钱 炒一个菜就交一块钱 这样的话就可以轻松吃上家里面的热饭热菜了 爱心厨房它是以心为炉 以爱作火它从2003年开始 一开就是20年的时间 20年爱心厨房是温暖了整个的南昌城 炉灶的主人是万佐城 熊耕香 夫妇俩的行为感动了无数人 这两天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 也是不断地涌向爱心厨房 具体情况我们的直播间 马上通过微信直播连线的方式 有请正在前方的记者哈姐文荣 向我们具体介绍 文荣你好 好的 好的 亲缘 爱心厨房 大家通过现场的镜头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我们江西省肿瘤医院 一墙之隔的小路上 小巷上 爱心厨房呢 就在这个位置 爱心厨房最暖人间烟火味 那么今天我们也是再次来到这里开播 爱心厨房 再次凝聚爱心 那通过现场的镜头呢 大家可以看到哈 我们呢 依然在这个时间点呢 不断地有病人来到这里 为家人烹饪出来自家乡的味道 来自家里最温暖的味道哈 其实呢 今天呢 在我们开播的时候呢 就是有不少的爱心人士呢 在看了我们昨天的直播之后呢 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 爱心呢 涌入这个爱心厨房哈 你比如说像昨天晚上就有来自广州的爱心网友呢 是专门从广州运了两三大货大货车的这样的爱心物资来到这边 其实呢 一开始的话呢 有爱心人士是这个捐款给这个创办人阿姨的哈 但是阿姨表示呢 不接受现金的捐赠 所以的话呢 也有爱心的网友说 这个爱心物资的话呢 我们这些抗爱群体的话应该用得上 所以的话 今天也是运了不少的这个物资来到这里哈 阿姨哈 我们看一下看看你看 现在放到这一边的 有这个面哈 有这个面 然后还有这个隔壁的房间呢 也是堆满了房间的这个大米和油哈 在这边的房间 大家也可以来看看 在这里呢 也特别的感谢我们所有的爱心网友哈 所有的爱心人士 在关注我们这个抗癌特殊群体 有了你们的关爱 有了你们的关心 我相信他们会勇敢的坚持 生活下去哈 阿姨呢 其实呢 这个时间点还算比较空闲的 他一天最忙碌的时间点呢 是在上午十点钟 那么在昨天呢 我们也有来到这里进行开播 大家呢 大概了解了一下 创办人 雄跟香阿姨 两口子 在这里为这个爱心厨房 坚守了二十年的故事哈 那其实呢 在这个现场的话 我们也有看到 不少的这个 每天哈都会有心病人进来 使用这个爱心厨房 来 我们随意来采访一个好不好 你好 你是来为谁烧饭的 为我老爸 你爸爸是吧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 是第一次来 不是 今天是刚到 刚到 哪里人呢 是福州 江西福州 福州的 你爸爸是什么情况 是一个那个 结肠转肝的 现在是你在这边照顾哈 你来的 你怎么知道 这里有个爱心厨房呢 我天天来这里 上次来这里 走过去就看到了 看到也在那个 手机那个抖音里面 也听到过 但是没想到 自己会来这里 真的 没想到自己会来这里哈 其实 我希望的是 大家都不要来这里 那就说明 大家平安健康 对不对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但是呢 我们的家人 都在尽自己的能力 为我们生病的家人 送上一份 来自家的味道 是不是 你今天为爸爸 烧了什么菜呀 烧了个空心菜 烧了个空心菜 但是我觉得 爸爸一定是吃的 比外面的 更加的美味一点 是不是 这个是 觉得在这里方便吗 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 基本上什么都有 就不用带的来 就是带菜来是吗 对 直接买菜来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我们现在来采访一下 我们的创办人熊阿姨 熊阿姨 你最辛苦 你看每天都忙忙碌碌 就跟我们现在挂在这个墙上的这个钟一样的 每天24小时在这不停的转动 因为我们的这个爱心厨房的话呢 也是24小时不打烊 对不对 叔叔现在在上面睡觉 你看这两天的话 我看到除了来现场捐赠的爱心网友 还有就是不留名的直接快递到这里的 我们今天都看了好几波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了 你不接受现金的捐赠 是不是 人家打电话给你了 我什么都不接受 你这个东西都不要 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也非常多 我跟这些病人高高兴兴 我承受得了 承受得了 自己收了一块钱 我承受得了 病人拿了一块钱 你讲一分钱不接 承受 住不下去 运转不下去 所以的话 适当的 收了一块钱的炉火费 你不休息 我承受不了 我不死很承受不了 就是后面 住不了 乱掉了 不是钱承受不了 我听您介绍阿姨 就是这些物资的话 你准备明天 会给到我们的 这些病人 我发起用包 都不拿了 都拿了是吧 拿了什么呀 还有枸杞 枸杞 明天还会发到一些面给你们 都是来自爱心人士的关爱 阿姨给我们的 好的好的 亲缘 其实今天 包括昨天 我们两天在现场做直播 我们也见证了 很多爱心人士来到这里 但是阿姨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也再次表示 感谢社会各界 在关心抗癌群体 但是他们这边 大家尽量不要来捐赠 因为现在捐赠的物资 也非常的多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些物资的话 明天也会陆陆续续地 发放到我们的 抗癌群体的这些病人手中 好的 亲缘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 好的 感谢哈杰文荣 从现场发挥的 卫星直播连线 你要看现在一块钱 能买些什么呢 但是一块钱 在这样的爱心厨房 你可以使用他们的 锅 灶 炉 还有一些调味品 水 给自己的亲人 给自己的家人 在看病的患者 做一个菜 我们也想在这样的 大爱之下 愿天下无极 下面说到这个事呢 虽然说事情不大 但是也和爱有关系 一位彭先生 在陕西汉中 开了一家冷饮批发店 最近这位老板彭先生 成了附近小孩 眼里的大红人 有爱之人 你看小花子们 缓车高来了 来看一百分在哪里 看都是一百分 在啥 好 随便跳 第二批 来 给我看一下 又是一百分 这是一百分 好 随便跳 最近陕西汉中市 城顾县的彭先生 火了 因为他在自家的 冷饮批发店里 推出了奖励制度 小朋友 拿语树英 三门功课的满份试卷 可以换雪糕 而且长期有效 我们这边是小乡镇 可能留守儿童 各方面也比较多 出来都是三五成群 有的人家经济条件 好一点的 人家可以过来买雪糕吃 有的经济条件差一点 跟人家一起过来 他都没有雪糕吃 我本来想着 我说给他们送一个 让他们吃 然后最后我就想了一下 送给他们的话 什么都不要的话 是不是让他们感觉 有一种不劳而过的感觉 于是一传十 十传百 还有家长专门 带着孩子过来的 彭先生说 只要能鼓励孩子 努力学习 能不能考满分 并不是最重要的 还有这种 就是以前考个六十分啊 七十分啊这种的 我说你拿两张卷子过来 打个比方 你第一回你考了个七十分 然后你把第二次测试的卷子 你考个八十分 或者七十五分 这种你拿过来 我也可以给你换 并不讲嘛 就鼓励一下 彭先生说 他的店其实生意并不是很好 每年只是做两季生意 天热的时候卖冷饮 冷的时候卖羊肉泡馍 但能用小小的雪糕 带给孩子们不同的体验 也值了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说一说 坐飞机出国游 马上又要有一条出国航线 在南昌赴航 曾经在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南昌直飞越南衙装的航线 因为是疫情的原因 出现了停飞 经过了将近四年的等待 今天南昌往返越南衙装航班 正式赴航 我们的直播间 再次通过卫星直播联系的方式 联系正在南昌昌北国际机场的同事 卢毅 我们就这趟复航之后 首飞航班的情况 有请卢毅向我们介绍 你好卢毅 有请 好的 庆元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昌北国际机场 T1航站楼的停机坪 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的这架飞机 就是我们今天复航首飞 也就是我们南昌直飞 越南衙装的航班了 目前我们机场的工作人员 也正在对飞机起飞前 做最后的一些检查和准备的工作 具体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张经理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通过我们今天刚才拍摄的 稍早前画面 其实可以看到 目前我们所有的游客 也已经是顺利地完成了安检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登机口了 对吧 来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客机应该是A321 对对对 它的客座是多少 它的座位数是229个座位 那么我们今天首行的这一班呢 那我们的旅客呢 今天是223个人 那我们的客座率是达到了97% 可以说还是很多了 对对对对 而且听说其实今天咱们的这个航班 可以说基本上是以这个包团游 整体的一个团体旅游为主 对对对对对 他们的这个时间大概有多长 那么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恢复的这个航班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在我们机品上看到这架飞机呢 是我们的A321机型 那么直飞的航空公司是由我们的越南的越节航空 我们的这个班期呢是每周的1357 每周有三班 那么从南昌的起飞时间 是我们当地时间的下午的这个六点半 对 那么单程飞行的时间大概是在三个小时左右 那么三个小时呢 我们就可以落地在我们的越南的著名的这个海滨城市越南芽庄 那么从越南的这个芽庄返回我们这个南昌的话 我们的当地时间是当地下午的这个一点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个时间 就是都是白天的时间 对其实舒适度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对 不存在一种熬夜的情况 对对对对 不再是原来的晚班机或者是红眼航班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刚才在现场啊登机 我们也看到好几个旅客心情都是非常的激动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也说到了我们接下来呢是每周的135都会有这个直飞 对对对对对 那目前在各大的这个票据的网站上也可以购买到我们的机票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通知大家 就是我们刚才通过我们的这个机场市了解到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又将会有一个新的这个航线恢复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南昌直飞越南衙装呢 可以说是继我们直飞泰国之后的第二条国际航线 是的是的 那在8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即将开通也可以说是恢复我们第三条国际航线 对 那我们在我们的8月份呢 有我们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库航会恢复到我们这个疫情前停航的这个南昌到新加坡的这个直飞航班 那么具体的班期呢 我们是这个可以看到我们各大这个销售的这个平台 以及我们这个航空公司的官网都已经在开始售票了 那么在8月1号开始执行 也就是说从8月现在已经可以买到8月1号之后的我们可以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对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这边情况呢就先介绍到这里 那为了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飞机的正常的飞行 好的庆元我这边的情况就先介绍到这里 好的感谢卢毅从南昌长北国际机场发回的卫星直播连线 看完了刚才的直播连线之后 我想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身未动而心已远 马上无意假期了 有什么打算想去哪旅游 也可以找我们江西都里频道的都市放心游 拨打我们的热线0791-8831-6800进行咨询 广告之后新闻接着说 稍后您将看到国内油价今晚12点又将调整 再次逼近八元时代 今天是世界血友病日 血友病患者如何才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又如何避免家族遗传 稍后关注 对于种植牙很多中老年人有两点担心 第一担心种的牙不好用用不久 第二担心种牙费用太高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影视旅游频道 公共荣业频道 写手得压口腔 全省循床 缺业牙人 针对目前种植牙费用高问题 活动开展专项减免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会诊费 一律取消 同时德国种植牙 种一颗送一颗 再送终身至宝 让您种的安心 种的放心 目前活动报名非常火爆 报名热线 0791-8812-8777 活动指定口腔单位 南昌德亚口腔 正式牙认证德亚 什么 你还不知道 别着急 跟我来 倒数三个数 三 中航信用卡支卡人 通过陆陆型APP 选择微信代扣 将微信代扣设置为第一顺位 同时关闭智能支付 二 微信的支付设置中 点击缅密支付 开通南昌地铁缅密支付 扣费方式选择 中国银行信用卡 一 使用陆陆型APP扫码进出 每人每夜 最高可享受20次优惠 单别行程 封顶件 一块九毛九 一分钱做南昌地铁 你也可以哦 将期二套新青年安居计划 携手创意装饰 4月22日19点30分 抖音微信同步直播 发来优惠限时强 每户工程款直降4万元 新青年安居计划 让装修省钱更省心 新闻接着往下说 跟各位来说一说油价要涨了 国家发改委通知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 停汽车油箱50升容量来估测的话 今晚的12点之后 您再来加满一箱50升容量的92号汽油 预计将比今晚的12点之前 多花20块钱左右 如果你的汽车油箱没油了 尽量的 是不是在今晚的12点之前 加满油呢 能省一点 是一点 好 再来观众 我们江西杜瑞频道 联合润田最共同推出的 幸福江西行 我为家乡来打call的 容媒体系列报道 我们的镜头将会聚焦 江西全省的50个县区 把当地最有特色 最具代表的产品 产业 美景 美食 以及历史人文 展现给各位看 让大家都来为自己的家乡 点赞 加油 今天我们走进的是 宜春市的圆州区 宜春市圆州区 作为我们国家首批的油茶之乡 今年当地又加大了政策力度 助力农户 科学种植 农民口袋在添新油 三四月份既是植树造林的好时节 也是油茶种苗管护的黄金期 在宜春圆州区西村镇分界村的高产油茶基地 农户们抢抓请好天气 忙着除草剪枝 专家现场指导农户选拔 移栽茶树苗 趁早被栽 记者了解到油茶产业作为当地的传统优势产业资源十分丰富 今年宜春圆州区通过优化油茶两种配置 村集体示范银领等模式 在50个行政村新建1万亩高产油茶示范基地 力推油茶产业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在偏远山区的南木乡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 当地因地质疑整合资源 变零散农户种植为产业高质量发展 宜春圆州区还设立油茶科技小院 加大油茶人才培养 提高资金补助标准 扩大高产油茶种植面积 改造提升低产低效油茶林 2023年新造油茶林的补助标准 由原来的米某1700元提高到2000元 新建的村集体油茶示范基地 米某还要提高几百元 全面调动油茶生产的积极性 截至目前宜春圆州区 以新造和更新改造高产油茶基地 29万亩 拥有油茶林80.5万亩 年产茶油8000吨 油茶产业年产值达21亿元 油茶产业成为稳步推动乡村振兴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待到秋收时让农民口袋填更多新油 都市频道记者宜春报道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血有病 你看生活当中我们是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一旦是碰了磕了 习以为常 但是对于这个血有病患者来说 一旦是磕碰出血之后 他们就会血流不止 今天是世界血有病日 今年的活动主题是 人人可及预防出血 那么血有病的患者 应该是如何做好预防和治疗呢 我们来了解 今天在江西省儿童医院 记者见到了带着孩子来看病的邓女士 邓女士说 儿子八个月大时被确诊为血有病 左边的器官 左边的器官 出血了 昨天做了避兆检查也是有出血 八个月开始从床上摔下来 一个头就长得这么大 就是整个人就是变了 全部滤青 做了泥血就查出来是这种病 这是因为孩子 左关节 因为我也跟他预防治疗了 痕在关节出血 所以我来医院查明情况 小朋友他现在已经确诊了 血有病A 就是八因子缺乏 八因子缺乏是在我们血有病领域的话 它是占的比例是最多的 占了80% 所谓重度的血有病 他平时这个小朋友就经常会自发性出血 它是我们开展的是预防治疗 所谓预防治疗或轻度外伤后出血不止 像负重的膝关节 踝关节及肌肉的反复出血 可导致关节肿胀 肌肉坏死 进而引发关节畸形 肌肉萎缩 甚至肢体残疾 跟那个性别有关 所以叫做和通俗一点 就是说传男说不传女 一般女性是携带者 但男性发病 徐中金介绍预防性输注凝血因子 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预防出血方法 通过血有病预防治疗 患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具体来说 血有病预防治疗 是为了防止出血 而定期给予的规律性凝血因子替代治疗 如果确诊为血有病 越早采用预防治疗 效果往往越好 医学在进步 目前的基因治疗 已经进入了三期临床实验 我相信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是肯定可以根治的 徐中金提醒 如果有血有病家族遗传史的朋友 一定要重视产前筛查 班是8到12周 那个时候要做龙毛穿刺 那时候就可以做产前诊断 穿刺出来 到底这个小孩有没有血有病 有没有这个基因缺陷 然后5到6个月的时候 羊水穿刺 也可以确诊 如果确诊是一个血有病的 那可能我们就避免他出生吧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来说开车 我想各位都知道开车的时候 是不能分神 在以前新闻当中的说到开车的时候 分神引发的交通事故不少 有因为是捡了杯子的 有因为是看了一下手机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 就是因为开车的过程当中 觉得天热 开了空调了 4月16日上午 李师傅开车 正在极广高速 辅州今夕段行驶 开着开着 就觉得热了起来 他便决定开点空调 但是一个不注意 车就发生了偏离 撞上了中央护栏 然后甩尾撞上了右侧护栏 开头就是有点热 我想开空调 在中间那心里就疯了 可能就这样就路上转了个圈 然后再塞了 也靠了右边的腹栏 人没受伤吧 人没有 这几天确实温度高 关着窗户行驶确实挺热 但是在高速上行驶 一定要注意 不管做什么动作 一定要紧握方向盘 实在不行 靠个边 处理完再开车 在高速上开车 有人觉得热 还有人觉得困 近日一位司机困了 就直接把车 停在了应急车道睡觉 人在睡觉了 出身证件 叫人下来一下 实在不是民警想要叨扰驾驶员 实在是这么停在路边呼呼大睡 太危险了 你睡觉的话 你连那个 你的三角直直排也不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里是不允许停车的 应急车道是紧急情况才能停车 一开始 这位驾驶员是一言不发 直到民警告知需要罚款200 扣9分的时候 他才开了枪 我们知道你扣个6分也行啊 我们开车的女的就扣这个分了 你扣个6分吧 处罚无法讨价还价安全 更是不能忽视一点 所以高速出行 一定要以安全为第一位 才能平安到家呀 本节目素材由高速警察提供 来说个救人的事 4月15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 在宜春静安县的宝峰镇的北辽河 有个男孩当时是不申落水 正在附近巡逻的公路养护人 姚泉大哥发行之后 当时想都没想 跳水 救人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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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别动 快点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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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上游放水 河水湍急 只见男童慌忙的乱滑 情况紧急 远住一名妇女大声呼救 由于补费碗 一款传承六百多年的补费中药 咳声低弱 七短七喘 每天吃两碗 老曼芝 老壳喘 每天吃两碗 带她回家吧 做全家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中药补费碗 关注老年人 守住肺部健康防线 敢于上场才能收获未来 挑战你可以更强 双慧王中 肉量足更好吃 不断突破更新更强 健康美味就选双慧 南昌多云转大雨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九江应转大雨二十一到二十八度 宜春中雨转暴雨二十到二十五度 平湘中雨转大雨二十二到二十九度 新雨小雨转暴雨二十二到二十六度 辅州多云转大雨二十二到二十七度 英潭多云转大雨二十到二十九度 景德镇多云转大雨二十一到二十九度 上饶多云转中雨二十到二十九度 吉安多云转大雨二十三到二十七度 甘州阴转雷阵雨二十三到三十度 南昌多云转大雨二十三到二十八度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头痛血热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孟琪清血八味片 将期二套新青年安居计划 携手创意装饰 4月22日19点30分 抖音微信同步直播 发来优惠限时强 每户工程款直降四万元 新青年安居计划 让装修省钱更省心 稍后您将看到 五一假期临近机票车票 出现一秒受信 酒店民宿预定火热 出油需求强劲释棒 欢迎回来 此刻正在直播的是 4月17号周一的都市现场新闻 我们接着往下说 这五一小长假 马上就要到了 五一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整体的市场就比较火热 我们的记者 而且了解到一个消息 就是机票预定情况 主要集中在价钱 前两天 东航江西分公司表示 节前热门航线的销售进度 已经达到了六成以上 目前航班总量同期 已经超过了2019年疫情前 那旅游城市的热度也是成一个上升的趋势 比如西南方向的昆明 板纳桂林 西北地区的西安兰州 以及一些沿海城市 青岛烟台海口 当然北京上海天府等一线城市 依旧保持较高的热度 江西航空方面从航班预售量来看 今年五一整体预售 已接近2021年同期 南昌至海口 还有就是南昌至珠海 北海 日照 厦门 这一些海滨的一些旅游城市会比较多 其次呢 就是在于像这个南昌至成都 重庆 还有西安 乌鲁木齐 包括济南 这一些旅游热点的城市 预定量也是比较大的 根据客票销售情况 东航将下期首日的高铁跨省油搜索热度 比前一天增长323% 热门线路的部分高铁动车票已经售完 对于第一时间没有抢到票的乘客 可以打开12306客户端 在购票处点击后补订单 记者在12306上查询到 4月30号左右 北京至南昌 上海至南昌 上海至井冈山 深圳至南昌 厦门至南昌等班次 已经出现了后补订票的情况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各位看到了吧 机票车票要早点买了 而且还要跟你说的是 酒店房间要早点订了 你看今天是4月17号 但是我们了解到 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呢 庐山多家特色宾馆 主题酒店精品民宿的预定力 已经超过了80% 如果你再不下手的话 一些好房间好酒店 下周就会满 16号一大早 记者来到古岭镇 一家高端设计型酒店 工作人员正忙着 给在线平台的客人 预留客房 负责人表示 无一假期临近 外省游客预定量骤增 而预定时间 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 除了大型的宾馆酒店 庐山风景区内 颇具本地文化特色的精品民宿 也受到小众游客的青睐 客房预定量不断攀升 来自湖北的游客 刘兆青说 自从有了来 庐山旅游的计划之后 提前两个礼拜 就订了一家心仪的民宿 比较近吧 就是想趁周末的时候 过来旅游 要看一下风景 如果说是 临近的来定的话 会更多 会达到一个小高峰吧 五一环兴州 提前的预定比较早 提前的半个月以上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预定了百分之八十 而对于旅行社来说 今年的旅游旺季 也比往年来的早一些 和去年同时期相比呢 旅游的人数 最好是翻了十多倍 宾馆入住率也是相当的高 特别是进去马上到了五一了 那么宾馆如果不早订的话呢 可能就不会订到酒店 散客预定量是非常多的 基本上订单都已经排的比较满 如果不及早预定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到了地方 没有旅游团能够接待你 非常满非常多 据了解 庐山风景区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 一建成上百家宾馆酒店和民宿 可同时容纳接待上万人住宿 在国内名山中尚属少见 有大数据显示 今年国内自驾游订单量 同比增长超八成 而南昌也有望成为今年五一自驾游新进目的地 目前我省庐山 山青山 雾女州 葛仙春预定量都很火爆 平台数据显示 五一期间我省自驾和租车油订单增速度靠前 南昌 物源等地成为五一自驾新进目的地 租车订单较2021年 五一期间增长超200%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提醒出国游的朋友 经过三年的疫情 您的这个护照是不是过期了 签证是不是办好了 另外您到达机场之前 再来看一看签证的签证业数 是不是齐全 护照是不是完好无损 下面这位王先生到了机场 准备出国的时候 在机场欲哭无泪了 4月6号 王先生在办理由昆明飞往泰国的出境手续时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警察发现 他的护照里有四页签证业不见了 你护照平常是怎么保管的 就是放柜子里嘛 你就没事拿给你嘛 对对对 王先生也不轻 不使用时应妥善保管 避免受潮 芯片受损 乱图乱化 出行前还应注意查看护照的有效期 以免影响您的行程 如果出现问题 一定要及时申请换发或补发护照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五一期间旅游一定很热 不喜欢热闹扎堆的朋友 在本地玩也挺好 看看电影电影院逛一逛 跟您说个消息 五一档听说有16部影片集中扎堆 去了解五一档至少有16部电影 炸队上映 比如这么多年 长沙夜生活 倒数说爱你 检查风云 交在水中央 人生路不熟 长空之王 简薄赞 清暮节 惊天救援 井刚星火等 其中我们江西本土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井刚星火将于4月28号供应 该片由中央党校影视中心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 江西电影制片厂 中共井冈山市委 井冈山市人民政府 浙江物具艺术研究院等单位联合设置 主要以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为故事依托 将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 坚定革命信念 引兵井冈山 依靠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发扬艰苦奋斗 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 创出建党建军建政新路的革命斗争史 井冈星火 就是我们就是要多关注一下 那些红色文化之类的电影 想了解当年井冈山发生了哪些故事 然后想看一下星星之火 究竟是如何燎原的 另外长空之王作为最受期待的影片之一 猫眼想看数据已经超过65万人 该影片由刘晓世导演王一博 胡军 于是领衔主演 周冬宇特别主演 讲述了雷宇等优秀飞行员 经过严苛选拔 正式成为我国新一代试飞员 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 背后不仅有无数科研人员的努力 也需要试飞 由江西二套联合上海中表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和瑞士手表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全联乐享全民盛会 2023江西二套春季瑞士名表展 4月12号到4月19号 在南康市干江宾馆盛大开幕 Omega 天梭 浪琴 梅花 英纳格 浪石 西马 三度市 罗马 美度 到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 各式男表 女表 情侣表 大金表 经典款 2023年新款 流行款 限量款等 统统2.5折起售 瑞士原装进口机械表 开幕特价 只要2980 大师系列男神万表 战会直供价4980 瑞士原装进口传世大金表系列 战会直供价9800 一抹鸣花 一片飞红 一脉心灵 如画江西 春光灿烂 江西 风景独好 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久坐 久站容易引发腰椎肩盘突出 腰疼 腿疼 坐骨神经痛 椎管狭窄 腰椎骨质增生 呵护腰肩盘健康 舒筋建腰很重要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舒筋建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强筋骨 趋疼痛 舒筋建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薄翠中药 将心传承四百多年了 沉寂了许久 要如何释放澎湃的动力 就在今年五一 就在广电车站 八十个粉牌 一千两百款车型 等待着你重拾旧为的激情 这里有迷人的流泻 炫目的茶碗 金爆的价格 来吧 逛成新的车站 来吧 投身降价狂潮 来吧 玩转今年五一 稍后您将看到 稻谷烘干厂 养猪场 紧邻居民区 噪音粉尘废水支牌污染问题 谁来监管 三个部门各执一词 环保监管 不能因小而不为 系列报道 聚焦放管符改革 曝光帕曼贾雍伞 今天继续关注 我省干部作风建设 再来观众我们今天的 聚焦放管符改革 曝光帕曼贾雍伞 系列报道 上饶是鱼甘县的康山县 夏天的时候嘛 夏天不是收凉吗 收夏凉的时候嘛 村民们说 稻谷烘干厂开了一年多之后 老板又在旁边 建起了养猪大棚 不仅靠近居民区 还排放污水 导致周边的鱼塘 和灌溉用水被污染 记者在现场看到 在养猪场大棚外 建有一个蓄水池 养殖粪便和污水排入其中 一根排水管下穿围墙 池水向外排出 对此养猪场复得人称 是因为雨水导致污水池外溢 才不得不进行外排 这位负责人称 目前养猪场的生猪养殖量 只有20来头 对当地环境影响不大 不过村民们对此并不认可 他们说 近年来多次把烘干厂 和养猪场的污染问题 反映给康山乡政府 相关工作人员 也到现场进行了调查 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妥善处理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村里的烘干厂和养猪场 虽然说规模不大 但是由于紧靠着居民区 所以说被村民是多次投诉 那么我们的相关的政府 智能部门为什么就迟迟 没有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处理呢 我们去问问 近日都市现场记者 以山头村村民的身份 把被注册被安护 这位负责人表示 山头村的稻谷烘干厂排放问题 应该由生态环境部门监管 于是记者又来到了 鱼竿生态环境局 工作人员表示 山头村的烘干厂 距离县城较远 对燃料没有明确要求 而污染问题 应该由农业部门进行监管 它这个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 红甘长很多很多 红甘长 你问一下农业局 反正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县城五公里 那个五公里 我们要求它 是收了个生物颗粒 但是这个农村 还没做气体的要求 引到一些支持影响 于是记者又来到了 鱼竿县农业农村局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烘干厂虽然是为了满足 农业生产所需而建设的 但是涉及到环保问题 还需要生态环境部门来监管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三个部门跑起来 稻谷烘干厂和养殖厂的 污染问题 该怎么去处理 由谁来处理 似乎没有定论 远离城镇的小工厂小作坊 虽然说他们的规模不大 但他们却数量众多 分不广 相当一部分是位于 工业集中区之外 离老百姓近 虽然单个的企业的 污染物的排放量不大 但是排放扰民较多 群众的反应较为突出 我们的相关的部门 就应该主动依法履职 对环境违法行为 零容忍 无论对大企业 还是小企业 我们在节目当中 仍将追踪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知名眼科医生陶勇 昨天下午 新华书店南昌书城 知名眼科医生陶勇的 读者见面会 吸引了不少书迷 除了为人熟知的 眼科医生的身份之外 陶勇还是咱们江西 辅州南城县人 获得过第十二届 中国医师奖 这次重回家乡 陶勇和读者 分享了很多的人生感悟 见面会上陶勇常常提到 善良和放下两个词 三年前因为一起恶性伤医事件 他的左手骨折 神经肌肉血管断裂 几乎无法再上手术台 躺在病床上的他 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做了上万台 眼科手术的一个医生 那突然要告别过去自己熟悉的一个职业 重新开始一段新的人生 绝对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不知道 四十多岁的年龄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不确定性会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负担 可能会把精神会要压垮 我觉得后面的话 其实慢慢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 在人性的坚强面前 其实都一定能够融化 所以面对解决放下 是唯一的一个出路 远离手术台的陶勇 开始奔走在势力科普和公益宣讲的道路上 在这个过程中 他遇到了很多陷入迷茫的医学生 为了鼓励他们向光而行 陶勇便萌生出了 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书的想法 因为他们本身是天子骄子 但他们却跟我说 陶勇医生 我会觉得好像不知道 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有些困惑 有些迷茫 我自己又曾经遭遇了 我自己的人生的至暗时刻 还能站起来 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思路 做一个总结 所以写在随笔里边 这本书就叫《目光》 我希望所有看完的人 会感觉有一双清澈又温暖的目光 在看着你 帮你化解所有的迷茫和困惑 命运曾和陶勇开了个残忍的玩笑 但他的言语和目光却保持柔和 那种面对困境的坚韧和勇气 感染了许多读者 虽然受到了伤害 今天还是毅然决然地继续为这些 患有眼部疾病的人治疗 感觉到他的坚韧吧 坚韧和对医生这份职业的热爱 深深地启发了我 在书上让陶勇老师给我签了 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眼科医生 我觉得对我首先就是一种鼓励吧 跟我在未来学艺的路上 将会更加努力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特别节目 闪耀东方第三季的第二集 将于今晚的9点20 在将期未知播出 本期节目邀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丁一凡 和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一起 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出发 深入解读 中国是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闪耀东方第三季入选了 国家广电总局 2023年重大主题宣传策划方案 节目邀请中国社科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党委书记新向阳 中国三农领域专家温铁军 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郑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 等国内顶尖学者开讲 同时邀请中国前驻外大使参与访谈 以政治及文化学者对话青年人的形式 解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探讨中国是现代化的五个重要特征 更多新闻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资讯快报 我省日前公布2023年普通高校毕业生 就业创业政策措施 其中包括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创业渠道 鼓励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 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互联共享 人设部门对符合条件的创业大学生 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等 中央财政日前下达资金100亿元 向实际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 统筹支持春耕生产 进一步调动农民重粮积极性 昨天由农业农村部 渔业渔政管理局等单位主办的 第二届搬海报保护宣传日活动启动 今年的搬海报保护宣传日 以保护搬海报你我同行动为主题 在活动主会场大连七头西太平洋搬海报 被放归大海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获悉 在今年3月中旬组织开展的 广西最高数科学考察中 科考人员在重佐市广西弄港国家 及自然保护区的 岩绒风丛洼地中 发现了一株高度72.4米的望天树 这既是广西新发现的最高数 也是迄今中国岩绒地区发现的最高数 2023年世界泳帘跳水世界杯西安站 昨天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落幕 包揽金牌的中国队 共收获九金二银 位列奖牌榜第一 15号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世界拳击组织重量级过渡拳王争霸赛中 中国拳手张志磊热血出击 第六回合及技术性击倒英国本土名将乔伊斯 拿下世界拳击组织重量级过渡拳王金腰带 中国篮鞋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上海队在2022到2023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第二场消极比赛属实 江苏队在季后赛12进8第三场消极比赛情况属实 取消两队本赛季参赛资格 都市频道记者编辑报道 稍后您将看到在北京银行提前还房贷 钱在账上扣款却一推再推 都市消费调查记者追问真相 女子吴正奇摩托车狂飙朋友也被他坑惨了 对于种植牙很多中老年人有两点担心 第一担心种的牙不好用用不久 第二担心种牙费用太高 本月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 影视旅游频道 公共农业频道 写手得压口腔 针对目前种植牙费用高问题 活动开展专项减免 电话报名成功 挂号费 CT检查费 方案设计费 专家汇诊费 一律取消 同时德国种植牙 种一颗送一颗 再送终身至宝 让您种得安心 种得放心 目前活动报名非常火爆 报名日线 0791-8812-8777 活动指定口腔单位 南昌德亚口腔 种植牙认证德亚 有了门 我们可以出去 有了窗 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窗子打通了大自然 和人的隔膜 把风和太阳都引进来 是屋子里 也关着一部分春天 只要窗子透风 小屋子可以成大世界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文字是心智的钥匙 阅读是心扉的翅膀 每一页墨香的熏陶 都是一次深与心的 观合作用 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 让我们一起 用书籍里的情怀 来积蓄向上的力量 从容面对 与世界相连 书香世界 大有可观 新闻集了往下说 再来观众我们今天的都市消费调查 这两天南昌市的一位樊先生 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 079188316800 说了一个事情 说2018年的时候 他的父母在北京银行 办理了一笔49万块钱的 住房商业贷款 今年2月份 老两口拿出存款 想要先还清楚一部分的贷款 但是钱存到了账上之后 北京银行迟迟不扣款 一家人想知道 这是为了什么呢 樊先生告诉记者 父母在北京银行 办理了这笔住房商业贷款 还剩下21万左右 今年2月初 老两口委托儿子 提前先还款10万 樊先生通过微信 询问银行工作人员后得知 在2月20号之前 签字申请办理提前还款 3月5号就可以扣款 结果我20号来了 20号来了的话 然后他说不一定能扣3月5号 然后他2月底的话 他跟我说4月5号一定会扣 3月25号存了10万零500 就等着扣款 到了4月6号 樊先生发现 账上的钱并没有被扣除还贷 满心疑惑的他 再一次找到北京银行 工作人员询问原因 他说这个排队的人比较多 他说额度不够 然后他说5月5号一定会扣 然后我当时就比较气愤了 因为毕竟等了 然后我算一下 如果我5月5号还的话 就将近从打申请开始 就是75天 樊先生提供的个人购房 按揭贷款 借款和抵押合同显示 借款人想要提前还款 需要在放款满6个月后 提前10个工作日 向北京银行提出书面申请 这些条件他都满足 樊先生说 之前他曾按照相同的流程 帮父母向银行提前还款了20万元 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却这么难 2020年申请了一次提前还款 然后当时很顺利 然后今年我10万块钱 我放在这里 然后一直等着他扣款 我本来可以去买理财 可以做其他的投资 然后我每个月的房贷的话 我还没减减少 因为每个月的房贷都有利息 是吧 然后反正算一下 就如果按买理财算的话 再加上每个月的房贷的利息 反正损失将近两千块钱 樊先生说扣款日期一推再推 他对北京银行已经失去了信心 于是向北京银行总行进行了投诉 对方帮他把问题转至南长分行处理 并给了一个坐机电话 但是樊先生一连打了十几个 电话都无法接通 打了十多个 就通了一次 通了一次他说 要我留下这个贷款合同的编号 然后自己没有回应 二月份提出来的提前还款申请 从三月推迟到四月 四月又说要推到五月 明明是存了钱在账上 但是银行却是一直不扣钱 那么我们也想知道的是 北京银行在提前还款方面 到底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继续调查 记者和樊先生来到了当时办理贷款的网点 南昌市解放西路上的北京银行 湘江商贸中心小微支行 对于樊先生的遭遇 一名工作人员直言 他们也很无奈 他现在是什么原因啊 就还款一直要等 没有额度啊 没有额度就完结 不是我们不给够 是我们上面没给我们额度够 我们也没选择就够了 额度是哪里给啊 总行啊 一个月有多少额度啊 400到500 400到500万 既然每个月都有明确的扣款额度 借款人又都是按照申请时间有序排队的 为什么会出现承诺的扣款时间 一改再改 一再推后的情况呢 樊先生怀疑 这中间是不是有人插队 导致他的还款时间一拖再拖呢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其中另有原因 我们也好无疑一样的 他们一开始说 说多少额度 突然下去 他就捡额度一种什么 就是说 资产款前一天 他捡我们额度 他第一次事情五百万 到现在第二个月了 四百万 第三个月我还变得什么样子 我不敢给你保证 你说发表它固定好 我找我百分百的保证 你哪月的以后 是 发表不固定 我几天一年份装 装国安年费的 有几个档单子 一千多万元 整个两千万 一千万元 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每个月的 还款额度不固定 目前四月份的 提前还款申请 已经排到了九月 才能扣款 那么 樊先生账上的这笔钱 究竟什么时候能扣呢 工作人员打开了一份 银行内部的 还款计划表 表格显示 在樊先生之前 大概还有十个人排队 我拉一下吧 大概多少钱了一把 六十九十 一百五一百六 就算了 就算一百七吧 可以 没问题 你以为我没问题 前面有多少 前面才两三百万 我就怕他 到时候万一又减得额度 因为是这样的 二月份的时候刚推出的 二月份是给了五百万 四月份给了四百万 可五月份 万一减三百万 可不是又不行 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樊先生表示 他还是希望 能在四月的扣款日前 把钱还进去 记者注意到 在北京银行的这份 个人购房按揭贷款 借款和抵押合同上 指定还款日期一览 却是一片空白 对此 樊先生依据之前的 还款短信书里发现 每个月的扣款日 应该是在22号左右 目前他们通过12378 把问题投诉到了 江西省银保监部门 对于此事的最新进展 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来自警方的消息 4月14号凌晨的时候 景德任乐平几个小年轻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偷了一家超市 刚偷完东西 六个小时后 他们就落网了 公共视频显示 14号凌晨2点34分 两个小年轻进入了一家超市 完全不顾店内 名叫的警报器 不仅不慢 拿光了收银台抽屉里的现金 又扫荡了旁边玻璃柜台里的香烟 其中一名小年轻 强行把这个店门的门把手踹断之后 再有两名小年轻 迅速的到那个店里面 在他的那个玻璃厨 以及收银柜里面 盗取了其中的13条香烟 以及钱财 共计有1500余元 通过视频侦查 三名嫌疑人入住了城区一家宾馆 当天上午8点多 也就是案发6小时后 三名嫌疑人落网 有四名小年轻 在这个房间里面睡觉 后来经询问 其中一名小年轻 是当天晚上临时性的来这个宾馆 来找这个三名 刚刚盗窃了的这个嫌疑人来玩 民警在房间内查获了 13条名贵香烟 以及贝道现金 涉案金额15000元左右 民警了解到 三名嫌疑人都是乐平人 都是05后 得手之后的他们 在宾馆内还拍摄了一段视频 他们拍摄这个视频的目的 就是为了今后 发给他们一些所谓的朋友 来炫耀 甚至带他们以后出去 潇洒 挥霍之类的 目前自认为很牛的三名嫌疑人 已被依法处理 都市频道记者 景德镇乐平报道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股方 专要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红血 梦奇清血八味片 2.5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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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瑞士大牌手表的机会 终于来了 由江西二套 联合上海中表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和瑞士手表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 全年乐享 全民盛会 2023江西二套 春季瑞士明表展 4月12号到4月19号 在南康市赶江宾馆 盛大开幕 Omega 天梭 浪琴 梅花 英纳格 浪池 西马 三度式 罗马 美度 等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排名表 各式男表 女表 情侣表 大金表 经典款 2023年新款 流行款 限量款等 通通2.5折起售 瑞士原装进口机械表 开幕特价 只要2980 大师系列男士万表 展会只供价4980 瑞士原装进口 传世大金表系列 展会只供价9800 树植 告知您低碳生活的能见度 少用一个塑料袋 可减少低碳排放0.1克 每天骑车上下班 可减少碳排放3200克 冬夏季空调温度 设置在合理区间 可节电7% 一公顷草坪能释放650公斤氧气 还能吸收900公斤二氧化碳 再生长旺季 一公顷树林 能释放732公斤氧气 且能吸收一吨二氧化碳 国家号召 市林公民 每人每年义务植树 3到5颗 今年你种树了吗 只要人人出把力 低碳好处 看得见 走两屋一头汗 打个喷嚏 靠强战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怎么办 听我的 就是躺着 有一篇范儿 听我的 我给你 这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到底听谁的 用书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对症 输筋建腰丸 汉州白云山陈礼记 每日营养 一瓶搞定 都市现场 由君阳六种坚果挂名播出 征服家人的胃 我用好厨艺 守护家人的肠胃 我用胃动力 君阳胃动力 给你的肠胃 做做操 畅销50亿亭 值得信赖 君阳胃动力 稍后您将看到 楼上扔垃圾 楼下很揪心 疾难筹判 我帮你办 经过记者现场协调 各方沟通顺畅了 问题也解决了 今天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 7点15分 新闻接着往下说 再来观众此时此刻的 正在进行时 把目光的转向 景德镇福粮 2023中国福粮买茶节 于3月28号到4月28号 在景德镇福粮县开展 明天上午 在景德镇福粮的高岭中国村 要举行开幕式 活动当中有哪些亮点 此刻马上直播连线 前方的记者 莉莉有请她 跟我们来说一说 你好莉莉 有请 好的 亲缘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以及关注我们 直播的全国的网友 你们好 中国福粮买茶节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 此刻我正在我们明天上午 进行开幕式的一个现场 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进行最后一个紧张的 装台的工作 那么在明天上午的 开幕式现场 会有什么样的亮点 我们一起来问一下 我们的现场导演 你好 你好 这一次我们福粮买茶节 将分为四大主题篇章 分别是千古风华 盛唐茶卖在福粮 千年茶香 传承创新在福粮 千 对不起 千秋茶运 千年茶香传承 创新在福粮 千载梦园 乡村振兴在福粮 千秋茶运 共化发展新福粮 这一次呢 我们请到了 很多茶界的各位专家 比如说有 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仲华 中国茶医流通协会 会长王庆 中国能科医院 茶医研究所所所长 江仁华等 这一次呢 还有个亮点就是 我们请到了 我们最美茶医师 四季全国总冠军 共同演艺歌舞 寻梦到福粮 好的 我相信明天这个节目呢 是值得大家的期待的 也非常谢谢 谢谢您 那为了弘扬和发展 我们的福粮茶文化 同时为了提升 我们福粮茶的 一个品牌的高度 和品牌的一个知名度的话 这次我们活动主办方 也邀请了国内 非常多的知名的专家学者 以及茶企代表 来到我们现场 进行一个文化沙龙 那么在今天现场呢 我们也请到了 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的 茶叶研究所的 研究员林志 您好 您好 那么再说到我们 福粮茶的发展的话 您觉得以后 侧重在哪些方面呢 关于我们福粮茶 产业的发展呢 其实在2021年 我们习总书记考察 五一三 燕子科的生态茶园的时候 就做出重要指示 就是要把茶文化 茶产业 茶科技 统筹做好这篇大文章 这原话这么说的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已经给我们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指明的方向 那作为我们福粮 这个茶产业来说呢 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现在也有我们 中国农科学产业所的 科技助力 所以我觉得将来重点 一个是要从科技 跟文化的两个方面 来查的一个最强的特色 和最强的力量 而我也相信 在我们茶文化 茶产业 以及茶科技 相互融合的前提下 我们福粮茶产业的发展 将会继续开启 一个新的篇章 好的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呢 就是这样 也欢迎网友 在明天上午的9点18分 来关注我们开幕式的盛况 好 感谢莉莉 从景德镇福粮 发回的卫星直播连线 我们也感受到了 明天的开幕式 一定是现场 热烈而精彩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说一说居民的烦心事 南昌市西湖区 金龙华府小区的万女士 跟我们说了 说他们家这个厕所 窗外的平台上啊 现容金满是垃圾 这个环境是脏万差 为此我们将其 独立频道的干问平台 对此事进行了关注 现在来关注这个事情的 最新进展 17号上午 记者来到万女士 所在的小区楼下 看到地上堆放着 一堆堆瓷砖 木材 还有塑料油桶 这些都是从万女士家 卫生间窗户二楼平台上 清出的垃圾 什么垃圾都有 都抛在那里 都扔在那里 好像我们这里是 抹击层 抹击堆 因为我们这里 物业不滚 他们更加抛 天天抛 一天抛到晚 跑得好难过呀 我们数不留 万女士说 这垃圾都是楼上的住户 抛下来的 但她觉得自己 不便于楼上住户协商 便多次向小区物业反映 但物业总是置之不理 可物业表示 这事他们之前并不知情 是4月16号 江西都市频道 干问平台关注后 社区把这事转办过来 他们才知道 而不久前 物业刚向万女士 催收物业费 因此他们觉得 万女士在这个节点投诉 是想借此来拖延 缴纳物业费 去年呢 我们也找他借物业费 人家他说 他说做繁卫的嘛 他说他好多那个哨把 他说我用哨把底 我说用哨把底 我说你就用哨把底了 他今年 他说我说你把那个物业费交一下 他说我还借物业费呀 我们不知道 也是今天早上 就通过社区打电话 我们才知道这回事 才过来的 本来他反映情况 应该首先去到物业 或者是到业委会 再一起去网上反映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存在这个问题 经过沟通 万女士也表示 以后有问题会及时反映 这次能及时处理好垃圾问题 还是要感谢大家 谢谢都市民道 我下次我也不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卫生我自己注意 好吧 我代表我全家谢谢你们 谢谢主任 我已经跟物业业委会也沟通了 定时要来查看嘛 是吧 不单是这个楼道 其他的也要那个注意安全了 是吧 不能乱论乱跑 他们可以会定期 也会出那个通知了 不能高空泡雾了 小区爱护环境 那是最最主要的 提高大家生活质量了 都市频道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说一个消防救援 昨天凌晨两点半的时候呢 盖州市一个居民在家中 发现一条蛇赶紧报警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 发现这条蛇 正在居民家杂物间内活动 你们都好怕 听到动静蛇突然钻进了一个纸箱中 这一动 屋主直接吓得跳脚 注意蛇出没 不过有消防员小哥哥在 不用害怕 消防救援人员 瞅准时机 利用捕蛇钱 夹住蛇的尾巴 小心翼翼的 将他转移到房间外的空地上 先生告诉民警 失联老人本来是在符河岸边野钓 后来鱼竿掉进河里 便试图利用其他鱼竿去购河中的鱼竿 但是没有够着 老人便脱下衣裤 跳入河中 朝飘远的鱼竿游去 老人在下水前 目击着杨先生再三询问老人 是否会游泳 看到不对劲 目击者赶紧报警 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救援人员也驾驶两艘橡皮艇 在河面上搜寻溺水老人 发稿前当地警方发来消息 说溺水老人已经被找到 但是很遗憾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天气一见炎热 特别是要告诫 来河边游泳的 还有在岸边钓鱼的市民 一定要注意防御水 本节目素材由新闻社工胡锋提供 这两天有位挖掘机机主向南昌警方报警 说他的工地上有两台挖掘机上面的炮头不见了 价值三万块钱呢 班安民警通过调取工地周边的公共视频 发现一个中年男子两次骑电动车经过工地 间隔时间不长 且电动车上有疑似炮头的东西 嫌疑人周末承认 因近期生活拮据 在骑电动车路过工地时 发现有两个炮头放置在地面上 便起了将其偷走拿去卖钱的念头 并供述自己将炮头卖给了一家废品收购站 他可能是看到到 这边有好多的那个挖掘机配件 所以就一时起了歹意 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卖了 他是用自己的电动车 装了两台那个挖掘机的炮头 骑到附近的那个一个废品店 以那个五百多元的价格卖掉了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工地 注意看好设备和材料 对于体积较大 重量较重的一些物品 我们也要妥善的保管 不能放弃在无人看管的地方 以免让那些有 那个犯罪分子有可乘至极 独视频道记者报答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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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认你的是美丽的风景 吸引别人的是少所定位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 出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技要 震撼你的是极驰的车队 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 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 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 共住保密防线 公民人人有责 一支特殊的人民力量 奋战在无间 长治久安 国家安全机关 举报肉业变化 12339 国家安全 人人有责 我们再来关注声音 南昌市清云谱区里 李先生反映说 井冈山大道连运大厦旁边 有两栋带拆房屋 房屋之前 气的围墙 把整个人行道给围了进去 多年来迟迟不拆 新人只能够走飞机动车道 而且围墙里面也是杂草丛生 垃圾遍地 希望能够尽快地处理 景德镇乐平的一位王先生反映说 安平南路126号 六家店面的门口 人行道大部分都是沙石路面 坑坑洼洼洼凹凸不平 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 行人从这地方过 非常容易摔跤 有安全隐患 上楼市横丰县的一位观众 跟我们说了 说他们这个地方 最近是不知道是谁 在村里面是通往学校的 公共道路上设置了路障 骑电动车开车 非常的不容易 只能够绕道 非常不方便 感谢关注 明晚见